2024年美國FED幾乎確定降息 現在債券ETF是應該進場加碼還是採殺真呢 第一季應該有機會突破一萬八千點吧 第二季第三季應該做修正 第四季的話兩萬點應該有機會往上 我個人認為這兩檔股票我會爆好幾年 過去它是橫向整理 之後的話一天裡面爆量兩千多張 錢是聰明的 今天我們就找來議員教授鄭廷怡 他說不只債券ETF 漲幅會超過零零五零 來告訴你五檔必買的黑馬股 路易珍你看我們加盟經濟學做了這麼多集 要講美債的ETF 後來你有真的乖乖聽話去買 有去年就買了 就是因為聽了這麼多單大的分享嘛 然後蠻開心的 很開心喔 對啊因為最近漲很多了 這三個月漲了10% 對 它尤其特別指的是美債的那種20年級的ETF 對啊所以你有沒有那個疑問呢 今天剛好鄭老師又來現場了對不對 一定要問啊 就是因為上一次FED的會議是說 可能會再降息3碼 今年就會發生了 可是市場上面好像更樂觀 是壓縮它不只是降3碼 一口氣會降到6碼去 老師覺得咧 我認為應該6碼跟7碼之間 那因為上一次10月份的話 美國聯準會的會議記錄是說 新年會降3次嘛 那你要了解喔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到年底沒有降6碼或7碼的話 美國的經濟很有可能 比軟著陸更糟糕 甚至於來到硬著陸 第一個我跟各位講到說 我們在疫情期間 美國對於他們民眾有大量的補貼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超額除夕嘛 所以才造就2023年美國的經濟 它還是非常的強勁嘛 但是你要了解 今年的話 這些手要的超火出去 大概也會要用完了 那第二個貨幣政策也就是說 利率提高 那一般來講提高1%的利率 會造成GDP 大概降1% 那為什麼美國去年 2023年沒有這樣呢 因為我剛才講到有財政政策嘛 也就是說 利率提高之後 我們購買力 我們去需求減少嘛 但是 我幫你補貼 傻幣 對 傻幣 你就有錢了啊 有些人就在買 所以這個抵銷掉 但是現在的話 這個沒有的 也就是超偶的 一個除夕 以及補貼沒有的 所以現在的 5%的利率 開始哦 需求會大幅度的往下降哦 這一點 美國當然也知道嘛 餘政啦 對餘政 那第三個也就是說 你要知道美國錢在那麼多 它要繳的利息是不是很多 對 那再來它的財政政策已經沒有辦法再增加了 嗯 接下來一個更重點就是說 他們自己估也是有一點點矛盾啦 為什麼 對 如果它降三碼 那三碼的話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現在大概5.5%到5.5% 降三碼之後的話大概4.5%到4.75% 但是到年底的話 他們的通膨大概2.6% 那如果你把4.5%減掉2.6% 大概也就是它的實質利率大概有2% 那什麼實質利率呢 簡單講是說 我如果現在有100塊 嗯 那我可以吃一碗牛肉片 對 那我今天如果存在銀行 它的定存的是5% 那5%的話 你存了100塊一年之後是不是105塊 那如果通膨10%呢 那一年之後那一碗牛肉片是不是110塊 對 那你是不是錢會飽了 對 購買力下降了 對 那大家就不會把錢放在銀行 就會把錢拿去消費 那這個經濟就會相對好 但是實質利率如果真的代表什麼 我存一年之後在銀行是105塊 但是我一年之後吃牛肉片 只有105塊 那我敢不敢存 當然敢存 對 如果實質利率一直以增的話 他們需求就會大幅度下降 更何況 我們用目前一般央行在 導出利率跟經濟之間的關係 他用了一個叫泰勒定例 導出來就是說 如果美國的經濟要軟著陸的話 到年底 他聯邦基金的利率必須降到3.5% 那你現在5.5% 降到3.5% 那大概2% 一碗是0.25% 那大概要8碗 這是泰勒定例算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一般來講 大家所了解的觀念 兩年起公在此利率跟聯邦基金的利率 是一步一趨 那以目前兩年起的公債殖利率 大概是4.4%以下 那如果到年底的話 主任你認為會不會降到4% 如果說真的有降息的話 應該有可能 對啊 你4.4%再降到4%的話 只有0.4% 那如果降到是代表美國聯邦基金 你會必須降到4% 那5.25%降到4%是不是6% 對 那如果我個人認為 應該有機會來到3.75% 他下半年那個降息的幅度會很大 會很大 所以債券的話 我認為 他應該會在一個相當幅度的往上漲 繼續漲就對了 對啊 兩年前他來的時候 鄭老師來說是送分題對不對 就叫我們趕快來買 現在漲成這樣子 現在是要踩煞車 還是我們可以再繼續來加下去 其實如果你一個很保守者 你現在不買債券你要買什麼 而且我認為今年的話 跟明年這幾年的話 應該有機會債券的漲幅會大於台灣50ETF 20%這麼高 對啊 如果我們算嘛 如果說以現在台股 我們用1萬7000點來算 漲10%的話 是不是來到1萬8700點 那如果漲20%的話 可能性非常高 大概就能夠來到2萬400點 那你要知道 債券如果你買公債 我們用公債體力 公債的大部分的存費期間 大概17年以上 那只要美國20年公債體力降1% 那你的債券價格就可以漲17% 17% 對再加上 它每一年 公債配息大概3%左右 那如果 公司債或是其他金融債的話更高 那你把它加一下嘛 你只要降1% 再加上你配息 只要1年喔 那你就20%了啊 是 這幾年你去投資債券 將來的漲幅 不會輸於大盤 而且安全 安全 我覺得安全這件事蠻重要的 只是說你要等它 我剛才講到 時間呢 對時間 時間 把青春給它換喔 不用不用不用 現在太嚴重了 太沉重了 但是要講到多少 所以就差不多可以就是說 我們心裡有個底 大部分可以做獲利了 要等多久 等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等到 20年公債子力力 來到2%的時候 哦 2%的時候你就把它賣掉嘛 那這時候重點又來了 什麼重點來的 當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 開始往下降的時候 股市一定漲 20年公債子力 2%的時候 你要知道 大家把公債賣掉 錢要跑到哪邊去 股市 對嘛 啊 所以你說台股 將來可為不可為 當然是可為啊 對啊 本集節目由下班生一贊助播出 欸老師你怎麼說這個降息之後 股市會大漲啊 因為我之前有聽過一個說法 是你如果往回去看 每一次降息的時候 股市都是跌的 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講清楚一點 你對股市的看法 接下來會如何 思維要改變啦 那我們實在用過去回測 那有 各位這個有很大的不同啊 那我來 講到說過去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那你說2000年的時候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 開始往上漲的時候 美元股跟台股 都是繼續往上 那時候解釋說 因為經濟好了 所以股市往上漲 當他第一次從6.5%降到6%的時候 那大家真的說經濟不好 股市就要跌下來 事實上不是說 經濟為什麼會不好 因為你利率太高了 簡單的講 如果說你 你現在 企業器跟銀行借錢 的利率是10% 那你企業如果沒有賺到10% 你是不是要倒閉 倒閉失業率是不是提高 如果我只有5% 我是相對的失業率會比較少 就是利率嘛 那在2008年 同樣也是跟2000年一樣 那時候是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來到5.25% 那之後的話一次降到4.75% 那台股也是大跌 那2000年是從10393 跌到3411 2008年是從9858 跌到3955 但是重點來的 現在有一個變數 也就是說我本身也是算起來也是誰則 我們在做論文的時候 你的報酬率後面有很多變數嘛 那我們的報酬率剛才講到 最主要是聯邦基金的利率 但是現在多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叫做QE 我這麼講台股以後要得到1萬點 根本不太可能 1萬2000點之下 微乎其微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圖來看 如果他都沒有實施利率沒有往上往下的時候 我們的資金池裡面就是這麼多水 那當他開始 實施所謂聯邦基金利率 如果他往下降的時候 就如同水龍頭 把這個水注進來 那注進來的話 那這個水位就會提高嘛 你想要準船啊 如果水會提高 它是不是浮得比較上面 那同樣的 這個水增加資金增加的話 黃金、黃地產、股票 所有的金融資產都會漲 重點來了 2008年 美國實施QE 除了這個聯邦基金利率水龍頭 那個QE叫做大水管 所以那個錢注進來的時候 那個水位很高 所以你才會看到 2017年5月份台股上萬點 大家還真的有時候很危險 他們沒有想到說 這個過去用水龍頭 租進的資金只有那麼一點點 那現在一個大水管 來 2020年 為什麼台股會上一萬八千多點 因為2020年COVID-19 改變了全世界的股市 美股跟台股也是一樣 因為它那個 大水管更大 所以它注進來的水更多 所以台股才會來到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九點 就高點 但是過去是美國降息的話 它就 它就下去了 價格 但是這次不一樣啊 以目前的資金之後 美國QE 一整半 放出來的水 它現在有在收資金 有在收 但是每個月大概收 950億美金 但是它這段期間 QE總共放出了9兆美金 如果 收到現在 我們現在在錄節目 大概還有7.5兆以上 收了3兆還有6兆 這個 將來都不會拿走 至少都會有7兆 甚至於6兆 但是我們大家關係是 那能不能上一萬八 再超過一萬八 這個很簡單 為什麼 有資金 又有一個產類 可以改變人類的 生活 未來10點之內 AI加上智能手機 讓你會非常驚喜 AI再加上 所謂的電動車 你會人生很精彩 這個產類非常清楚 加上有資金 2萬點都會上 老師那你去年來 我們節目的時候 其實有幫我們講過 新印財 然後還有先進光 這兩檔不同的股票 可以幫我們複習啊 那個時候 你的預測是怎麼樣 然後結果你看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跟老師的預測是一樣的 那時候我就認為他會變成鼓王 但是他現在已經在新規裡面鼓王 這是我個人 這是我個人的 不是 因為我們是真正去瞭解這個產業 你要瞭解 過去我看衰 台積電是 那時候是一個地緣政治的風險 那現在地緣政治相對 減緩非常多 那第二個 美國時間起公債之力 會往下 以前是往上 所以台積電 當然未來的業績會相當的不錯 更何況他現在已經來到3奈米 3奈米的售價比5奈米增加1.6倍 嗯 那去年他兩個長 今年大概6個長 總共 甚至於有8個長 嗯 那所以整體來講 台積電688應該有機會破 那台積電如果往上的話 那3奈米 再加上未來的2奈米 1奈米 用特用發射相當的多 嗯 所以 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看哦 在10月份的話 這一檔新印材的話 嗯 他有一天 過去他是橫向整理 之後的話 一天裡面爆量2千多張 對 2千多張 一張30萬 2千多張多少 6億 嗯 他在新櫃裡面哦 他不能當充哦 新櫃裡面的成家量都非常少哦 錢是聰明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講的是說 以隨驗的話 每一年的 對於特用發射的產值大概1千2百億嘛 嗯 那台積電的話 應該是 欸 占他65%啦 我們用50% 估計的話 那就是台積電每一年 要用隨驗的 特用發射大概600億嘛 那600億的話 新印材賣的比較便宜 大概是 價格是 欸 隨驗的 七成而已 所以你600乘以0.7 那就420億嘛 那 以 新印材的 毛利利 絕對超過50% 我們用50%去估 毛利大概210億 今年有機會在6、7月上市 那資本的應該會到9億 你把210億 除以9億的話 算下去 你就快樂 這個想像空間會強大 那這個只是提供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 這個是我們做的 這個只是提供社會大眾投資人做一個參考 因為投資絕對有風險 對 投資有風險 所以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我會 應該會放好幾年 這個是我個人 我個人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各位講到 今年的 更強的一道光 同樣是先進光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講呢 因為 目前 先進光 Mac 單業一個月的話 大概有1800萬Pen 那2024年的話 第一季開始 量產什麼 iPad 光水鏡頭 那三類分的話 大概一個月可以增加 1100萬Pen 那這個成長多少 這個成長60% 那他現在蓋新廠 這新廠全部量產的話 有5000萬Pen 他的成長是278% 再有重點 聯想的MV 光水鏡頭 以及指紋辨識 這個東西也全部應該會有 神經棒來生產 最大的重點是什麼 車用鏡頭 2024年 對 開始要量產 這個應該都 驗證通過了 據我所知道 所以 據我們的估計以及拜訪 我們所知道的 應該第二季他的營收 就會開始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個人認為 這兩檔股票 我會報好幾年 除了去年報的這兩支 就跟我們分析了 新英才跟現金光傳 那2024年呢 有沒有帶來 其他支 福音 福音 那我當然希望說 我們的投資人 今年都非常快樂嘛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第一季應該有機會突破18000點 第二季第三季應該做修正 第四季的話 20000點應該有機會往上 第一季到三月呢老師 講1000點很快好不好 只要台電稍微動一下 我們再鼓掌一下 就18000點 這麼好喔 事實上我們對於產業的一個看法 我剛才講到嘛 AI還有電動車 這些 那在電動車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會注意到PCB啊 我們會注意到 一個我們剛才講到 鏡頭嘛 就是先進光嘛 那我們接下來要注意的是 Mini LED 今年2024年的話 我們全球的 筆記型電腦的話 都會推出新的款項 那這個新的款項 跟舊的最大不一樣 但是在哪邊 它採用的是Mini LED 或是OLED 這個顯示器的筆電 所以這個對生產 Mini LED的融創 非常有利 有利 重點來了 還有就是 Mini LED 用在所謂的車子上的 那更是未來的一個走勢 現在車子裡面幾乎都是耶 對 所以今年 對於融創它在2015年 就開始賣生產 LED的這些設備 大概買了18億 但是這一段期間 都沒有帶動整個車 車用的Mini LED 所以它存撫的非常久 股價你看喔 它橫向整理非常久 超久 對 但是今年以後 也就我們大概再估 大概第三季 就這個量就會一直往上升 那我們如果看它 七年第三季 公布出來的毛利率 往上提高之後 我們那時候心裡就知道說 應該它開始對於 汽車Mini LED的話 相對的 對它營收有相當的貢獻 所以股價才會從 20塊漲到35塊 那接下來 我們還有就跟各位講到 亞通 對 我們它最主要做 綠能的工程 綠能 對 包括再生能源 或是氫能源 花電 這方面的 大概佔它70% 很多做綠能的 為什麼會獨厚亞通這一支呢 重點是什麼 因為 我個人認為 因為它的工程 我所知道 不管在菲律賓或台灣 都有 它的一個工程 目前在施工當中 那它的訂單也相當的多 那我們 又可以從 它的籌售資金這一方面來看 一般來講 一家公司要籌售資金的方法 就是三種 過去這種 最主要是傳統的 跟銀行這一款 對 它這一段期間 跟銀行連帶38億 那我以前在銀行做過方法 你要來這一款 你一定要誰說 我的錢要用在哪邊 我將來有哪些 合理、營收 對 營收、獲利 那這個要寫得很清清楚楚 銀行才會借給你 嗯 經過總行的 董事會通過嘛 它是連帶 連帶是每一家銀行都要通過耶 看得更清楚 再加上它還有 我們現在比較先進的 抽錯之間的方法 就是 它是發行公司債嘛 它發行可轉債嘛 一樣 再加上增資 所以它用這麼多錢 就是有這麼多的工程要做嘛 那股票現在30塊 隨著它業績出來 最主要它的股價低啦 那這個東西風險就相對低 那我個人認真的 這個就有機會了 那在接下來 我們就跟各位講到國統 那國統的話 水資也因股嘛 水要用嗎 電要用嗎 我電要用嘛 這個也是政策嘛 簡單的講 它的 我們所知道它的 訂單是滿滿的 我們易估啦 所了解的 它去年 大概賺3塊錢 今年應該4.5塊錢以上嘛 那如果說4.5塊錢以上的話 你看喔 去年前三季它如果跟亞歷去比 亞歷也是重電嘛 水跟電都很重要啊 那亞歷的話 去年前三季大概賺了1.94元嘛 那 國統的話 前三季大概賺2.03元差不多嘛 但是亞歷的股價來到多少 大概90塊 甚至於來到100塊 那國統的話 來到最高53塊 比較便宜 就回頭修正 回頭到45了 對 那最主要是什麼 它的 到53塊的時候 季歸離 季線歸離太大了 所以回檔修正是正常的 你看華城在這個行徑當中 我說很痛苦啦 它一定 你要到最後的終點 那個不容易啊 很痛苦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對公司很了解 所以他回檔修正 那天如果心情稍微不好一下 就跟主持人一樣 喝一杯咖啡 喝完了 就是繼續等 就這樣而已 是 國統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們每次來聽這個 鄭老師跟我們分析的時候對不對 都覺得說自負自路 雖然很清晰 可是有一點坎坷跟賣賣 對 要賣住 需要一點耐性啊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